N.S.战队在不久之前发布战队公告 对内的ADC选手Ghost确诊新冠 同时BDD的检测结果呈阳性 公告内显示 Ghost选手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完成接种了第二针的疫苗 此次确诊属于突破感染 目前已经开始隔离并进行全力治疗 目前对内其他人的检测结果显示 BDD选手出现了阳性反应 目前还在等待PCR的检测结果 而其他人的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N.S.战队声明将会对练习室 办公室和选手宿舍均采取了防疫措施 而且每天都进行自我检测 竭尽全力防止更多病例出现 需注意的是 N.S.战队的下路Ghost 以及之前确诊的DRX战队辅助选手Barrell 皆是S10全球总决赛冠军DWG战队的选手 两大世界冠军确诊新冠 这确实令LCK的观众们感到非常不安 除这两人之外 Kindran Piozik Zika也确诊了新冠 这种爆发性的感染 不得不让人怀疑 LCK这边俱乐部的防疫是否合规 同时之后 是否还会有更多的选手确诊 这点令人担心 因此 LCK联赛战队也陷入危机 目前来说 LCK感染新冠的选手 已经能够凑成一支队伍了 而且实力还不弱 目前这两支队伍的其他选手 还没有完全脱离危险 同时 其他俱乐部也在紧急加强队伍的检测和防疫工作 好在目前阶段 LCK的头部战队还没有危险 关于 LCK多人选手感染的这个事情 有两个疑问 第一个疑问就是战队目前还没有公布选手感染的原因 之前 DRX战队选手感染 我们知道是有人出去玩了 年前比赛结束后 选手放假出去放松一下 是比较正常的事情 但是 在这个过程中不幸中招 可能是没有做好保护工作 也可能在回基地之后 没有进行消杀 另外 即使是做好的防疫工作和消杀 其实也不排除感染的可能性 因为韩国现在的疫情形势非常严峻 而且政策一直在变 之前宣布与新冠共存 后来又开始抗议 但是现在不知道 NS的选手是否也是因为出去玩感染 还是说 基地有类似外卖人员的外来人员 引入了病毒 第二个疑问就是 LCK在出现如此多感染者的情况下 之后是否会选择以线上的方式举办比赛 来保证选手可以顺利参加亚运会选拔 LCK需要全力渡过难关 S11赛季对于中韩两个赛区来说 有不同的意义 因为在今年 中韩赛区是要在亚运会电子竞技英雄联盟项目中竞技的 这一次的亚运会韩金亮 个人认为 仅次于S赛的全球总决赛 拿下这个冠军意义重大 对于LCK赛区的选手来说 目前已经能够确定的是 如果他们选出来的国家队 能拿下亚运会冠军 他们是确定可以免除兵役的 虽然作为观众 个人对于LCK的感情远远没有LPL那么深 但也不希望 LCK的职业选手 因为换上新冠 而影响其职业生涯 目前韩国的疫情形势 确实非常不好 在这样的情况下 还是希望 LCK赛区包括 LCK的俱乐部都能够采取措施 争取在之后 不要再出现新的确诊选手 毕竟职业选手 尤其是顶级职业选手的 每一年职业生涯都是宝贵的 他们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为了能够拿下更高的荣誉 在这里希望 LCK能够顺利地进行 后面的赛程和亚运会选拔 感谢老爷收看 欢迎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 再见